泰国最近因为受到了台风电母的侵袭 全国超过30个府出现严重水灾 造成人民伤亡 然而位于泰国南武里的一间河办餐厅 却似乎因为这次的水灾因祸得福爆红了 尽管台风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倒灌 餐厅淹到了就是水位高涨 是涨到了膝盖的位置 但是业者呢他们反而是选择反其道而行 将水井餐厅这个噱头进行到底 结果成功性了不少的食客 前来感受水中烤肉水中用餐的滋味 食客们享受着泡在水中 边吃烤肉边感受着附近船只开过 产生的波浪一波波的打向自己的刺激感 泰国暖屋里这家开在河畔的餐厅 近期因为暴雨成灾 业者反将危机转化为商机 因祸得福 让原本在经历了疫情和水灾之后 一度陷入困境的餐厅 如今啊时刻突然络绎不绝 店内坐无讯息 让餐厅老板直呼非常意外 面对逆境的时候该如何随遇而安 商家这样的聪明逆向操作固然值得借鉴参考 但也叫人不得不正视 导致全球各地灾难频频发生了极端气候课题